欢迎收看111年10月28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赖昌邦 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为了有效解决国道一号岗山街楼道 以及周边拥塞的车流 港市政府积极争取增设岗山第二交流道 日前获得国家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 建设计划总工程经费共43.8亿元 预计民国117年前完工通车 高雄轻轨因为和高雄互帮马拉松赛事的部分路段交汇 为了避免影响乘客和比赛 10月30号营运时间延后至9点半 这也是轻轨首度配合比赛而延后营运 引发不少网友批评 高雄国际食品展的重头戏港都料理王竞赛 27号下午进行校园组和专业组竞赛 参赛者必须以白肉搭配白酒 并且选用在地食材做出创意料理 让评审都觉得相当惊艳 为了有效解决目前国道一号岗山交流道 以及周边的拥塞车流 高雄市政府积极争取增涉钢山第二交流道 日前获得国发会审议通过 建设计划总工程经费43.8亿元 预计民国117年前完工通车 高雄市政府积极争取增涉钢山第二交流道 日前获得国家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 建设计划总工程经费43.8亿元 预计民国117年前完工通车 国道一号岗山路段 它本身附近就有本州永安 还有防保园区的等工业区 那本身的车流就很多 而且都是重车 那造成整个的岗山交流道 就比较拥塞 还有一些市区的186都是时长拥塞 那因应未来我们桥头科学园区的 发展的需求 那分散整个车流 所以市伍在105年的时候 就开始进行钢山第二交流道的可行性研究 那密切的跟交通部予以协商 就整个的用地取得 路行的设计还有经费的分摊 进行协商跟沟通 整起整个经费 那经过交通部同意 那并继续支持 那整个将整个计划提送给行政院 在10月24号我们获得国家发展委员会的审议通过 那整个的计划进会将近43.8亿元 那等行政院核定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整个的施工作业 那计定整个工程在117年前会完工通车 除了增设钢山第二交流道之外 同时将土库排水 自桥科闸道的高速公路主线 拓宽为8车道 并拓宽改善临近加薪东路高28线道 除了增设钢山第二交流道以外 同时我们会将整个的高速公路的主线 那个土库到桥科这个闸道的部分 再以扩宽为8线道 整个的钢山路段就会提升整个的服务水准 那我们还有将整个的加薪东路 就是俗称的高28亿与扩宽 同时疏解我们市区186的平面道路 因应整个的桥头科学园区的需求 那有效的改善附近的道路的服务水准 提升交通的安全效益 新工处表示将使高雄钢山路段 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提升 同时疏解临近4到186等 平面道路车流 并因应未来桥头科学园区发展需求 有效改善道路服务水准 提升交通安全效益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高雄轻轨因为和高雄奉发 马拉松赛事的部分路段交汇 为了避免影响乘客和比赛 10月30号的营运时间延后到9点半 这也是轻轨首度配合比赛而延后营运 引发不少网友的批评 高雄市运发局也解释 主要是为了顾及比赛的成绩 配合田径协会的认证 希望市民能够多多支持 城市的运动发展 为了配合马拉松赛事 轻轨全线函咖 延后至9点半开始营运 到底是交通重要 还是运动赛事重要 对于轻轨首度配合比赛延后 网友不太买单 高雄市运发局也赶紧说明 高雄富邦马拉松是全台仅有的 五场认证马拉松赛事 为了让选手不受到阻碍 只能暂时停止 那因为田且在认证上面 也来看过相关的这个举办的这个规格 那为了让三分数跟五分数的跑者在 跑步的过程当中 不受到任何的阻碍 那么提供要我们能够把轻轨做一个停止 那这样其实也是让我们的成绩 能够得到国际的认证 很重要的一个把握 事实上高雄马拉松已经举办多年 只是前两年遇上了疫情停办 今年又碰上了轻轨的路线 才会第一次出现暂时停止的状况 预计将影响600多人 为了减少民众的困扰 运发局也不断的进行宣导 同时希望市民可以多多支持相关的运动赛事 在交通的宣导上面 这个花了非常多的精神 我们也在路口特别搭了这些指示牌 更重要的我们所有运发局的同仁 大家每天早上去站在路口去做宣导 是希望唤醒所有的这个民众 对交通改道的这个注意 把我们这一段时间筹备 好好跟同时的资料整合 大家密切合作 这个马拉松把它办成功办好 大家密切 加油 谢谢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让许多赛事都只能挤在年底举办 这也让运发局同仁内番 祈求比赛一切顺利 至于在市区办比赛跟交通的管制 要怎么做才能够实权实美 或许也必须借由一次又一次的赛事 让民众和举办单位 都能够找到最好的折中方案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高雄国境食品展的重头戏 港都料理王竞赛 27号下午进行校园组和专业组的竞赛 参赛者必须用白肉搭配白酒 并且选用在地的食材 做出创意料理 对于各组的参赛作品 评审都觉得相当惊艳 希望透过竞赛能够带动高雄的美食观光 高雄料理王竞赛 今年在高雄国际食品展中重磅回归 今年的主题是红白风味上 参赛者得以白肉搭配白酒 并且选用在地食材 做出一道道创意料理 吸引评审的目光 一列我们很多 我们有丝木鱼 有龙胆 有龙虎斑 我们把这些的集结起来之后 然后做成一道道的创意料理 也顺便来推广高雄的整个食材 物美的一个推广 四个白肉常有的 就鸡鸭鵝跟鱼嘛 四种 其中它调配了一个 调酒之后 喝下去居然每个都很适合 所以我觉得是当我最压抑的 在有限的时间里 参赛者得不慌不忙的 按照预想的顺序 完成主食 配菜 汤品 饮品 或甜点等 整个料理过程 评审都在一旁仔细观看 记下评分重点 因为像有些东西 它应该是 把平常在做的 是做的 把一些不需要的 先把它省掉 怎么去把它 未受安全是 顾低是最好的 再来做食材 做一个海鲜 就是以中卷 包那个小黄瓜吃 做个调配 也非常的 非常美味 最后成品陆续完成 呈现在评审台上 透过精致摆排和成设 让创意料理更加美味可口 不过色香味 是否面面俱到 还得通过评审的味蕾考验 才算数 虽然说菜 一定要色香味 色香味 俱全 那相对的 你如果口味方面 如果没有到一定的强度的话 那相对的 也会影响到整盘菜的那个价值 发掘食材的口口跟美味 然后来搭配其他的饮品 来让它来提升整体的餐饮观光 这是我们最重要 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各组获得优胜的参赛者 上台接受颁奖 不管是校园组还是专业组 每组的料理都让评审惊艳 显现高雄的餐饮水准年年提升 在今年高雄国际食品展中 成为一大亮点 记者萧宜轩 赖昌邦 高雄报道 高雄小港区的中游大林列游厂 在27号晚间金船爆炸起火 火势相当的猛烈 并且直窜天际 爆炸引来的剧烈震动和声响 更是吓坏当地民众 一大早大林普自救会成员 愤怒难平 前往厂区大门拉白布条抗议 要求补偿以及牵场停工 大火直窜天际 从远方的民宅就可看到 中游大林列游厂 在27日晚间10点35分 金船爆炸起火 火势冲天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消防局也紧急出动 18车前往抢救 当地居民愤怒难眠 怒呛四辅 大林普不牵村就请牵场 当初是阿公的火炸打过来 结果整个厂区大家怕到 大家都到去现场看 到去现场看了 结果八点清之后 我发现了一个字牵在爬水 结果 又承担二千多厂区 发现两百多月八十 大家就拼到 去现场拼到厂区才来 这个迫大事件 其中的厂区 其中都发生不禁止的爆炸 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哲痛批 总有公安事件不断 现在又有新的厘清处理厂要建置 市府千村决策上无能无为 居民生活上饱受威胁 无法再忍 将前往厂区门口 无限期围场搭棚抗议 直到千村为止 我们要进行围场的动作 我们希望市长不是只有单纯的 先叫他停工 检查好时后再次复工 居民又要再次的担心害怕 我们今天开始来违照 违照它 把我们全村违赐 大家说话吗 好 中油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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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爆炸事件 自就会会长黄昏玉提出两项诉求 大林浦千村改由中油重述重游办理 另外就是市长代向经济部中油 求偿空无补偿费 以及未问金 否则中油就需无限期封场停工 记者李嘉隆 高雄采访报导 高雄市小港区中油大林立游场 27号深夜突然爆炸 现场火势相当的猛烈 消防局紧急出动灭火 而市长陈其迈之后 也马上与相关的局处到场查看状况 虽然所幸现场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对于公安意外频传 让当地居民是相当担忧 中油中油爆炸了爆炸了 10月27号晚上10点35分左右 在高雄市小港区中林路上的 炼油场传出一阵巨响 惊人的火光只冲天际 熊熊烈火瞬间烧成一片火海 天空被染成橘红色 火势惊人一发不可收拾 不知情的民众还以为是 对岸的飞弹射过来了 我一段时间说台队打过了 这还不是就是中油爆炸 还原现场画面火势汹汹 消防车高速洒水爆炸 一发生市场陈其迈就在第一时间赶来 视察情况 心情写得十分沉重 可见大火不只是把夜晚熟税的 居民下行也把高层市府给烧极了 奇怪点就是这个F7厂区里面的 重油加轻破流的作业区 管线因为父女有发生 有一个阴暴 然后产生火灾的现象 有采用FTI来做检测 目前空气体质状况还好 只有PM6红5 大会比较高一点 25到30 虽然灾情状况已经控制下来 而且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当地民众就住在不定时炸弹旁边 面对接二连三发生的公安意外 在日子是过得胆战心惊 追逐安全有待政府积极接入 尽早还给人民更安稳的生活环境 平常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心吊胆了 只是说刚好这次发生的意外 可能会更睡不着 因为这次只是比较严重而已 不然以前陆陆续续 多少还是有发生过 比较轻微的公安事件这样 居民对于突然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希望说赶快看是迁厂或是迁村 就是一个决定嘛 不要一直说两边在这边 然后对于生命财产的威胁 还是平常的时候空气污染的情况 就是不要受到悔哀这样 迁村和迁厂议题选而畏绝 无奈的住户也希望政府能赶紧处理 让他们如坐针毡的生活 可以早日获得平复 记者邱玉婷 关孟如高雄报导 左营区的大中二路一带 因为地势较低 大雨来时容易积淹水 影响行车安全 市府水利局正进行道路测钩加宽 和自由三路口的湘涵加大工程 由于工程影响路口交通 蔡公里里长希望工程能够尽快完工 减少交通堵塞 也能够解决淹水问题 自由大中路口正在进行排水改善工程 维力占用车道 七机车挤在一起大排长龙 形成路口平均点 市府水利局表示 由于台电管线抵触 等到管线迁移之后 工区可能还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够撤离 请用路人尽可能改道通行 这项工程主要是大中二路和文瓷路一带 因为地势较低 大雨来时容易积淹水 市府水利局正进行道路测钩加宽 和自由三路口的湘涵加大工程 之后还会将文瓷路附近的路面垫高 将积水引往自由路一带排出 自由路这个路口 我们本来这个比较下游的湘涵的衔接处 是有一个航管 那那个航管的口径 经我们在评估之后 水里计算它是还不够 所以我们目前在大中跟自由路口这边 我们有要再做一个湘涵 把它做一个分流 由于大中二路和文瓷路一带的淹水 不但会影响行车安全 还会危及附近店家 左营区蔡公里里长 感谢中央和市府编列经费 改善里面淹水问题 也希望工程尽快完工 减少交通堵塞 也能够解决淹水问题 那所以很感谢市府 还有我们内政部这边的相关的单位 也都得对这个积水或是淹水的问题 能积极地做改善也投入了补助的补助款 居民也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这个工程能够做一个结束完成 让这个交通能够更顺畅 看似平坦的路面还是有高低的差别 低的地方就容易形成淹水的地方 但因为下水道就埋在道路下方 要改善排水系统得挖开路面 暂时造成交通不便 记者黄冠维 赖昌邦 高雄报道 为了增加公车服务的可及性 以及改善公车后车停的环境 高雄市交通局今年争取中央补助 在新兴区民族七弦路口 新增了一个公车站点 缩短在地民众搭公车的步行距离 让民众暂不绝口 另外站点还做了许多无障碍的设计 提供民众更友善的后车环境 高雄民族七弦路口又新增了一个公车站点 让常常搭公车的在地民众赞不绝口 因为原本的站点之间 受到民族路桥分隔影响实在相差太远 我们以前来那地 早上去到那里 选择高小的站 那边就是那路 民族七弦路口站 那我们现在在的位置 这个是民族七弦路口站 那民族七弦路口它这边是刚好在 民族社区站跟新一路口 新一国小站的中间 那因为这边民族干线是 一个高运量的路线 那中间隔了一个民族路桥 那地方居民有持续在建议说在这边来增设一个站点 新站点除了后车亭外还特别配合滴滴板公车降低月台高度 以及增设了无障碍斜坡提升民众后车时的安全性及友善性 便利各种族群包括身心障碍族群 轮椅组等等那利用我们的斜坡来连接既有的行川线 就可以安全的来通过这个路口来进行后车 目前高雄仍旧有不少既有的公车站点 没有做无障碍的空间规划 交通局后续也将针对这些劳旧站点改善后车环境 那预计明年也会持续争取交通部的补助 那针对民族一路以及高南公路的四个站 总共双向八个后车站点来进行改善 民众拿起手机拍下最新出炉的公车路线图 透过公车站设施的改善 不但让乘车民众能有更便利的后车环境 也间接提高了民众对大众运输的使用意愿 记者潘志光 苏宇文 高雄报道 中江欢平港都庆联与高雄在地创作剧团合作 演出反独校园剧 并且将影片提供给各个学校来播放 希望透过戏剧的呈现 让小朋友能够轻松学习到正确的反独观念 同时学会辨别假讯息 国小六年级的教室内 小朋友们聚精会神的看着反独校园剧影片 看到精彩处还会忍不住哄堂大笑 中江欢平港都庆联与高雄的在地剧团合作 携手市府独房局和教育局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让小朋友们能轻松理解正确的反独观念 我把你们心中的毒品真言 反独真言把它讲出来好吗 看到一个东西你觉得它好诱惑 那我要怎么辨别咯 来请出我们反独真言 内容是否发大 请教官家 今年来许多新兴毒品会 卫装成食品出现令人防不胜防 透过校园剧的呈现 不但让小朋友们学会辨别讯息真假 也加深他们对毒品的警惕性 那你看这个影片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就是该怎么辨别 是不是毒品 那会觉得毒品很恐怖吗 很恐怖啊 就是让人产生幻听幻觉 精神错乱严重会膀胱坏掉 国小学从处于好奇阶段容易受到同才影响 因此媒体试读教育更是不能慢 透过戏剧的呈现让小朋友们能自然的吸收到正确观念 营造出更安全的校园环境 那我想 媒体试读的部分呢 的确是目前呢我们需要呢更往下扎根的 我觉得小朋友很容易被动态画面吸引 所以用戏剧的方式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呈现方式 然后今天我们看的内容啊 又很契合他们生活上 常常会出现的同学的问话啊 或者是老师的提醒 那也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中佳宽平 还有港督还有青年 共同举办这个活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随着科技的进步 资讯传递越来越便利的同时 也让假消息的危害更加广泛 小朋友们借由观看校园聚认试读读评 也让媒体试读的观念在心中扎根 记者邱玉琴 苏宇文高雄报道 作音运动中心有一处最美的空中瑜伽教室 因为教室位在二楼 户外又有大片的树林 学员们跟着教练在挂步上做空中瑜伽时 一眼望去感觉就像在树林里面 随着挂步摆荡画面非常美 学员们都说在这里学会空中瑜伽 会更有成就感 空中瑜伽教室里教练先带领学员 做暖身运动 藉由挂步让四肢伸展得更加到位 在空瑜的部分在拉筋会比在地板上 还要更深沉 因为有挂步去辅助它 但是在过程中就是非常的艰辛 就是技巧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要求 在身体素质上 所以在做的时候会比较难掌握到手感 但是老师指导的非常好 就是他们会把每一个细节描绘得蛮详细的 接着进入高难度的挂步缠绕动作 得用手抓脚踩 再用点核心肌群 让身体挺直和挂步融为一体 力道要用得刚刚好才不会晃动 再来就是翻转的动作呈现优美的飞天姿势 致使身体用力脸部表情还要放松 真的有点难 其实有时候看起来就是很轻松很美的姿势 其实是要非常的用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包含你从表情控制到手指头 包含整个躯体的协调性 你都要去掌握得很好 要运用到很多你核心的力量 还有腿部的力量 那还有一些平衡 那你的核心越好呢 你在空中就比较不容易的晃动 不过这样的姿势搭配户外树林的景色真的很美 阳光撒在树梢树影随风摇动 透过落地玻璃窗和镜子的反射 感觉就像被树海包围 在树林里做空中瑜伽 非常贴近大自然 在视觉上当然就是会觉得很丰富 因为在运动的过程中 然后也享受这些绿色的植物这样去洗礼 对啊 所以在过程中其实就是非常的享受 就是光线很明亮 然后就是上课起来的时候会更舒服 然后我觉得配合这样的景色 其实有时候就是完成老师要求一些动作的时候 其实会更有成就感 因为那出来的画面是美的 在这边上课它不仅环境优美 那学员它往外看出去 就是我们外面生态公园的一个场景 那所以学员在这边都会感觉到 不仅运动之外 它还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视野 空中瑜伽和地板瑜伽不同 得用两倍的力量 让全身的肌肉和筋骨都能够伸展运动到 而在接近大自然的环境中 做空中瑜伽更是另外一种体验 记者黄冠维 赖昌邦 高雄报道 第48届曾旭白新闻奖揭晓 共颁发13个奖项 今年共有456件的参赛作品 缔造历年报名件数最高的记录 中家宽平集团赞助媒体素养奖 由公事和近新闻拿下 贯彻媒体试读扎根理念 紧张时刻打开信封 宣布得奖者 第48届曾旭白新闻奖揭晓 今年共有456件作品参赛 冲历年报名件数最高纪录 临选出50件优秀作品 入围角逐13个奖项 中家宽平赞助的媒体素养奖 入围着也贯彻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性 卓越奖跟正确版新闻奖 对台湾的媒体界来讲 不管是分或者合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 我们鼓励我们的那么多的媒体的工作者 那么多的新闻媒体的前线 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能够得到奖项 得到更多的鼓励 有那个动力 继续往下面去发展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两个奖项同时发展 同时分开都没有关系 因为鼓励大家立场是移持的 那希望明年几位参加 除了中西版新闻奖 除了中央社之外的几位企业界的朋友 也继续能够支持这个奖项 包括中家的媒体素养奖 中家媒体素养奖是在2019年的时候 中家现在的团队 拿到了现在的中家的经验权之后 在郭董事长的指导之下 甚至于是在这个时候 那个郭董事长的洪委员 在当NC主委 NC委员的时候 也曾经要求 在美女素养这一部分多做一些 因此呢 美女素养奖项是在这两年 今年是第二年 是全台湾唯一的一个美女素养的奖项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奖项 我们会继续的维持下去 这个奖项今年有四项的入委 有一个人会得奖 我们等一下很想看到是谁得到这个美女素养的奖项 这是而且中家在做美女素养不是只有在做这个奖项 美女素养还有做四媒体相关的这个网站 还有相关其他的一些课程都有在做 谢谢中家今天的继续来这个支持 非常荣幸代表中家集团来参与今天这个盛会 那曾旭白先生新闻奖 其实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最高殿堂 那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奖项 那身为有限电视地方新闻的工作者 今天受邀担任颁奖来到这里 其实特别感到荣耀 那当然新闻报道追求真相 不过在这个资讯非常爆炸的这个数位时代 每天我们的讯息量都非常多 而且传递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们认为培养阅听大众的这个思辨能力更为重要 所以中家集团这几年其实就是非常积极的 透过全省12家的有性电视系统 在各地积极推动媒体试读 那当然在2021年起 我们跟这个基金会这边共同合作 我们设立了增设这个媒体试读奖 那我们希望透过奖项呢 能够唤起更多人对于媒体素养报道 以及媒体试读的教育更重视 媒体素养奖共有两名得主 分别是公式采访团队的 数位时代言论自由吗 以及近新闻团队的 不单纯的童年娱乐网路危机五国界 作品皆为非常优秀的媒体素养教材 我想说这个题目其实真的蛮少见的 然后这个线索呢我大概养了三年 然后这三年的时间我就觉得 啊这个心情很忐忑 不知道随时会不会有人来报道 但是又很希望早一点有人可以揭发这些东西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是 我在报题的时候 因为我两个长官 一个有两个小朋友 一个没有小朋友 所以大概可以预期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不过我就很感谢近新闻的主管 从大长官到小长官到部门 都给我非常多的指点还有指教 那我想要呼应前辈刚刚讲的就是 可以多关注一下记者的心心健康的问题 因为我本来以为我跑线10年 并没有什么 就是新闻跑完就消化了 但是我后来在怀孕生产的时候才发现 我所有的PTSB都在参考忧郁的时候爆发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记者 虽然在采访现场可能好像事情过完就算了 但其实都会在心里留下一些烙影 在这个资讯碎变化的时代 任何人想要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都非常容易 但也容易偏颇 一个深度报道的价值在哪里呢 在我们挑定一则题目 开始邀约受访者进行企划 并且在采访之后将这些访问的内容 加以扒书的过程当中 我们付出的心理希望透过这个奖项 能够让各多观众能够理解 在深度报道 在专题报道的这个价值呢 其实是值得肯定的 非常谢谢公事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每一次拿着麦克风拿着笔 甚至在敲着键盘的时刻 我都感觉到一股荣幸我也战战兢兢 每一次我都是如履薄冰的面对每一位受访者 在写每一次的稿子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请祝全力 中加宽评2021年和曾旭白先生新闻奖基金会合作 增设媒体素养奖项以来 增建作品逐年增加 今年度共有41件作品参赛角逐 期待有更多媒体同业参与 一起为提高台湾媒体素养共同努力 为了提升社区长辈的媒体试读能力 中加宽评港都庆联 本年度一共前往11个社区据点 由专业的讲师教导长辈 如何辨别假消息和拍照技巧 最后一站来到前证区 极爱文化健康站 许多参与讲座的长辈们都直呼 收获满满 中加宽评港都庆联 来到前证区的极爱文化健康站 指导现场的长辈们如何辨别假消息 在现今资讯爆炸的时代 每个人的手机几乎每天都会收到 成百上千的讯息 网路上的资讯更是多不深属 面对时代的转变 提升自己对于假消息的免疫力 增加媒体试读力 是现代公民必备的素养 而对于有着不小数位落差的长辈们来说 更是困扰 有鉴于此 中加宽评港都庆联 特别深入各个社区 教导长辈们如何查询 如何停看听 假信息的话 我们还要考虑 不懂的地方 我们不会乱接乱传 这些是我们还知道 怎么去应用这个手机 有的还不懂 就是这样 谢谢你们来教我们 实在是没办法 就按到三个点 三个点 就是听听看 然后你再去验证一下 是否是真是假 除了辨别假讯息的媒体试图能力之外 长辈们最感兴趣的部分 还是手机的拍照录影 为了让文件站的长辈能够更投入 也请来专一的讲师一步一步指导如何把照片拍得又快又好 我原先一直想写 因为退休了嘛 我一直想写这个拍照 那这个功能呢 一直拍不好 奇怪的人都骂死我了 我现在才晓得真正的重点 所以我写到了 好高兴 为了守护社区长辈 中家宽平港独青年 身为在地媒体主动出击 教导长辈秉持要查证 不清醒不转发的原则 以及辨别假新闻的八个方法 更穿插有奖争达活动 透过寓教育乐的方式 让长辈们能够学到更多 我们的长者今天不仅是学到了拍照 还有影片如何上传 然后如何辨别假讯息 然后我今天真的是太丰富的一个课程 在整个111年度 中家宽平港独青年 总共在11个社区 以活动中心以及文件站 推动并且增进长辈们的 媒体试图能力 除了希望长辈们 能够不再被假消息所困扰 同时对于手机的操作 也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进而扩展到家庭中 让媒体试图的能力更为普及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想要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独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 YouTube频道 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了 接着提供您最在地的 港独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赖昌帮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